就这水 都能喝 老甜了 嗯 热水能喝 啊 那还真挺甜 是吧 嗯 要喝 要啥呢 要啥呢 哪有买的铃子呢 嗯 不是买的铭户要这个 哦 多少钱铃子呢 不要钱 啊 你怎么骗我呀 我咋骗着呢 你不说不要钱吗 那我咋被罚200呀 有人 我也被罚了 那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你也没问我呀 哦 哈哈哈哈 爸爸 爸爸 妈呀 姑娘 一共有十个馄饨 爸爸吃了三个 妈妈吃了七个 请问你吃了几个 啊 这是人干的事吗 哈哈哈哈 你们把魂魂都吃没了 我是啥呀 我 我喝汤啊 不 不是 这就是一个题目 你这么激动干啥呀 你们把魂魂都吃没了 我不激动啊 哈哈哈哈 不是 你这脑袋瓜一天都想的啥呀 我都说了 让你跟他学习好的 跟他考一百分的小朋友玩 你就是不听 啊 我刚跟他妈玩的时候 他们是考一百分的呀 你就笑吧啊 这个家要是没有我呀 都得散呢 你就幸运遇见了我 娶了我 你就相当于成功一半了 你知道吧 啊 爸 那咱再娶了 不就彻底成功了吗 你笑什么笑 你什么意思 早上你去买二斤排骨 再买二斤虾 嗯 就一百块钱啊 不够啊 那哪够啊 我去跟他老说 哎 去帮你老买二斤排骨二斤虾 这有钱够啊 够啊 你放心 我打听了 就这些玩意儿五十块钱都用不了 嗯 那我给你五十块钱 你自己去买去 嗯 你说你老一天 又凶又懒 完了还总想使唤别人 是不 嗯 我老太不讲理了 一百人受不了 我老太不讲理了 一百人受不了 一百块钱 我不告诉你了 妈妈 你有点不讲究了吧 你管我讲不讲究呢 你就说你给不给吧 行 我给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给我啥机会呀 你给我管 你要二百块钱的机会呀 行 二百块钱我不告诉我了 嗯 你啥意思啊 你老又凶又懒 一天就会使唤别人 嗯 嗯 算你狠啊 谢谢妈妈 别忘了买排骨和大虾哦 哈哈哈哈 我认了 嗯 这咋还生气了 我哪知道他咋又生气了 你是不是考试没搞好啊 嗯 一百分算好过 算呢 你真敢说呀 我问你 那作文题目是啥 我的妈妈 那你写的是啥 我的校园 啊 这作跑题还能得一百分啊 那是因为他在这片跑题的作文后面加了一句话 啥话呀 我没妈 所以学校就是我的妈妈 哎 这不是写的文吗 你得高分就行了呗 那也不能这么写呀 这明显是怎么脑蛙让驴踢了吗 那你踢的时候不能轻点的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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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说吧 你为什么非得要学跆拳道 嗯 跆拳道咋了 我要是学跆拳道的话 既能锻炼心体 还能保护自己 可是你一个女孩 你不觉得琴棋书画更适合你吗 那我以后要是出门遇见坏人 我是能给他弹一个呀 还是能给他唱一个 还是能给他画一个呀 你这叫抬杠 你看看刚刚抬的小朋友 他妈让学什么就学什么 可听话了 你再看看你 浩子要想喝猫奶 自己的命 自己改 妈 你看我给你带回来啥好吃的了 妈好 有人 你笑什么 笑什么 好吃吗 好吃的 你去 去哪 出去玩下去 你不要去 你给妈买手电 妈你去手电 穿上看你眼睛 又要还我钱 你这孩子咋说话呢 那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我不去让你自己去吧 我有事 你一个小屁孩 你弄我什么事 我还要给球球过生日呢 哪个球球 就我床 不是 你没毛病吧 你给一个娃娃过生日 他哪来的生日啊 那你这也有生产日期的好吧 不去拉倒 你借我一百块钱 我自己去 少于五百的我不借 那你借我六百 多于五百的我还没有 你连六百块钱你都没有 你在这装啥呀 这你有啊 这之前我怎么跟你俩说的啊 你说别连出带拿的 大没事 你说别连出带拿的 那为什么还扛办事猪回来 那老两口一年到头就养那么几头猪 多不容易呀 本身我们是不想拿的 我爸给我老亲听了好半天 最后我老爷说了一句话 我们才拿的 你老爷说啥了 你等着 我给你演示一下吧 我要你拿就拿呗 变成事了啊 我养了二十多年的猪 都被你迎走了 喂 差你那点猪肉啊 哎 我采访你一下呗 和我生活在一起开心吗 我能不能别提让人不开心的事 你吃宝贝藏宝贝快乐 吃这宝贝冰也出来的脸 好多啊 嗯 给你吃宝贝 谁让你进来的啊 我老啊 嗯 你老子哪里啊 老子 你是不是又骗我 我跟你说这是我家 别说你老没来 就是你老来了 他也得听我的知道吗 我 懵了吧 老花子 是不是很荒稳的